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Luvian 我在香港出生 香港长大 现在定居在新加坡是这里的房地产顾问 上一集我跟大家讲解过 在新加坡定居和置业有什么优势 今集我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新加坡不同的区域和它的楼价 香港就有18区 而新加坡就有28区这么多 而这28区可以归纳成三大区域 第一个区域就是Core Central Region 即是中央中区 中央中区当然包括了中央商业区 我上一集介绍的Marina One Residences 就是位于中央商业区 而中央中区也包括了很多人都熟悉的 烏捷路、武吉市、荷兰村 武吉芝麻和圣桃沙等等 等一会我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位于中央中区的领盘 Wallink Residence 而第二个区域就是Rest of Central Region 即是中央边缘区 它包括了鸿山、铝黄镇、大巴瑶、壁山和加东等等 而第三个区域就是Outside Central Region 即是外区 它包括了离市中心较远的淡斌尼、金文泰、博我、同意信等等 不同的区域当然有不同的楼价 以私人物业来说 中央中区的赤价是介乎大约 一万三千至二万五千左右 而中央边缘区的赤价是介乎大约 八千五百至一万四千左右 至于外区 它的赤价是介乎大约 六千八百至一万零七百左右 现在就等我带大家去看下一个中央中区的靓館 我现在身处就是中央中区的Wall Lake Residence 它除了地理位置优越之外 它还是一个六合一的一个发展项目 它包括了住宅、商场、地铁、夹级写字楼、五星级酒店 还有花园非常之方便 这里就是住客专用的无边际泳池 可以在这里一边游泳一边享受海景 让我带大家上去看这里的豪华住宅单位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三房一千七百六十五平方尺的单位 一进来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里的气派 而这里的楼底也够高 空间感十足 而彩光也做得非常之好 这里居高临下 可以享受到非常之欢阔的景观 这个单位的格局和用料都非常高级 除了是全云石地板之外 厨房所有用具都是德国的加金奴品牌 也有自家的酒店 主人房的景观一流 试幻想下每天起床都见到这么漂亮的景色 真是一件赏心乐事 说到物业投资 除了要因应个人的需求和喜好之外 评估个别物业的升值潜力和回报率 也是非常之重要 而香港人要在新加坡置业 也要留意本地的流域购买法则和印花税率等等 下一集我将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在2020年受到疫情冲击之下的新加坡楼市 竟然靠稳而没有大跌 而在2020年8月 新加坡楼市竟然已经有上升趋势 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 就记得留意下一集 如果大家有兴趣在新加坡投资房地产 或者移居来新加坡的话 欢迎随时联络我 我对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地方都非常熟悉 而我的联络方法有以下这几种 多谢大家收看 下集见